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早餐巨块树的做法 首先在盆中打三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 然后往盆中加300毫升的凉水 再加一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50克红薯淀粉 这个淀粉是我们自己家做的 有颗粒 首先用筷子把它搅散 接着加入150克的面粉 面粉要分次少量的加入到盆中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无颗粒的时候 再倒入半碗葱花 半碗胡萝卜丁 用筷子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把面糊调成这样的状态最为合适 如果太细的话做出来的饼不易成型 电饼趁热刷上少许的油 再倒入两勺面糊 用铲子把面糊刮平 然后盖上盖子焖烙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用铲子把饼翻一个面 十两面都收热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再烙两分钟 因为这个饼比较薄 全程烙至四分钟就已经熟了 然后把它折叠起来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家里没有电饼趁的话 用平底部粘锅也可以 这个饼非常的好吃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